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神流露出的让人回味无穷 港星林一连 陈玉玲也是这般的眼睛 可论风情都挤不上年轻时的天中玉子 天中玉子对我国观众来说可谓鼎鼎大名了 她可是那部神剧《阿信》的女主角 200多集的阿信在日本播映时创造了收视奇迹 迄今为止无人打破 阿信的故事在国内播出时 收视率也达到了惊人的80% 周深低贱而命运多舛的阿信 与命运不断抗争的奋斗故事激励着一代人 也成了当时女性学习的典范 之后天中玉子还和高仓健 北野舞合作出演了电影《夜叉》 可谓是风光无限 不过在这之前 让她登上事业巅峰的电影《天城侠已案》不得不提 这部电影让她在日本获得了无数女主角大奖 更是成为了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 天中玉子扮演的大种花与名字一般 《坟畔之花》即娼妓与圣女一身 和韩氏14岁离家出走的少年小野寺巧遇后 一路同行互相照顾 因身无分文与弱日散工肉体交易 而对其有好感的小野寺 却持刀冲动之下杀了男人 天中玉子既演出了大种花泼辣蛮横的一面 也赋予了大种花温婉梦幻 那时她的眼睛已经炉火纯青 又纯又郁的她 在现实感情中却是被批得体无完肤 她在82年的时候 与已婚的泽田延二合作了 银次郎的故事三十 银次郎落影缤纷 而从此做起了小三 泽田延二是当时日本的绝对顶流 还是日本著名歌唱家 演员 作曲家及填词人 事业巅峰横跨上世界60年代末 至90年代初期 泽田的英文名字叫 准 源自他的偶像朱利·安德鲁斯 作为日本约翰农烈 泽田洋洋的脾气不比谁小 其实主流社会看不顺眼男人 续长发那些年 也没见他妥协简短 以为令他恶名远播的是 两次著名的新干线暴行事件 1975年12月 大批歌迷拥夺东京火车站 手捧鲜花礼物 高级首牌等候他回京 泽田刚一下火车 粉丝们潮水盘涌来 正当泽田在保镖的护卫下 与人情中艰难跋涉 一名负责威慎秩序的 站台人员在泽田错经的时候 高扰了一句 你们说说这玩意儿有什么好 泽田银行是一点不吃亏的 当地变脸 给这位铁路工人一句垂透 一时间在日本社会 掀起轩然大波 为此监技公司 特地安排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令泽田向社会公众道歉 然而记者会上 泽田举起自己 受伤包扎的右手 可怜兮兮麦惨 跟个小孩似的让人哭笑不得 这一年他已28岁 却已结婚一年 其次伊藤岳子也是一位歌手 年养他7岁 这位美女来自日本 托姆斯组合花生姊妹花 两人是真正的双胞胎姐妹 伊藤岳子是姐姐 民众都不看好这段回忆 私底下议论 泽田严是个妈宝男 然而二人爱得十分投入 1975年7月 日本比瑞山一次演唱会中 披着婚纱的伊藤岳子 突然走上舞台 站在泽田严岳身边 向公众正式宣布婚讯 真是一对性情中人 大概伊藤岳子小姐并没了到 她B弯里这个孩子气的丈夫 不仅善于跟自己搞地下情 也善于跟其他女人搞地下情 情场默默潜伏 守得云开剑月明 是泽田严二的拿手好气 比如后来的天中玉子 1982年 两人共同出演了 《银次郎》的故事 第三日回幕 落英缤纷 由著名电影大师 山田阳次知道 这一年 泽田严二已人到中年 34岁 田中玉子27岁 拍片期间 女女无数的泽田严二 竟然爱上了这个 秀秀气气 貌不经人的小女生 娇娇可人的田中玉子 总是令男人产生一种 想保护她的冲动 令泽田严二魂牵蒙绕 但自己毕竟是婚内人士 还有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 要抚养 这段婚外单相思 只能发胡情 只欲礼 影片拍摄工作结束后 田中玉子又转身去忙阿信 这种长篇陈区 对于一位名演员 不论是精神上 还是体力上 都是一种残酷的考验 她惆怅了好长一段时间 然而或许命令有缘 1983年至1984年 跨年晚会 红白歌会 女主角由当红的田中玉子 替代了结婚归影的山口百会 二人又重新聚首 并因为大量排量工作 朝夕相处 对彼此的爱恋与日俱增 终于同时迸发 从那以后 直到1989年 11月正式结婚 两人默默展开了 长达七年的历价苦恋 即使是秀卓灵敏 爪子很长的香港媒体 也是在 落营缤纷五年后 才抓到实锤 1987年 按捺不住的泽田延奥 终于下定决心 与妻子 伊藤月子离婚 不惜一切代价 伊藤月子 原本是位当红歌手 因为结婚 于1975年6月隐退 另年营收损失 加之余生母子赡养 则天延为他开出 18亿1800万日元的 离婚分手费 这是闻所未闻的数字 当时震惊整个日本 这笔巨款 折合当今1.1亿人民币 这种骇人听闻的分手费 与太平洋彼岸导演 卡梅隆 琳达 汉密尔顿两口子 有得一拼 不晓得对女方来说 是一种荣耀 还是一种耻辱 离婚后 余下两年里 二人仍在媒体 铺天盖地的丑闻中 这一年正式结为夫妻 算不上漂亮的天中玉子 居然嫁给身家丰厚的 天皇超级巨星 这令许多日本女性 深受刺激 并由此带动了一项 整容风潮 别的国家女生 都忙着开眼割双眼皮 而日本女生 满足于单眼皮不说 还向下眼瞼注射玻尿酸 以其获得天中玉子 那样的饱满眼见 一双褚褚可怜 引发男人保护欲望的猪猛眼 不过这次事件 也直接导致了 当时天中玉子如日中天的事业 一落千丈 结婚后他一度吸引七年 以欢姐带来的不良影响 非常可惜 泽田和他虽未有子 但甜蜜之鸡 不过他错过了最好的黄金时期 天中玉子一直很喜欢我国 而在2009年之时 还受邀参演了《苍穹之卯》 在里面扮演慈禧 他本人还真和慈禧 颇有几分相似 其中 天中玉子将慈禧的 不怒思威的气场 赌具特色的魅力 有局深宫的孤独 以及深暗 全谋的腹黑等 多方面刻画的入谱三分 在剧中 他完美地将一个 善权专制 阴沉狠毒 启怒不形于色 又有着女性温柔 以及母性爱恨交加 复杂多变的形象 加以诠释 他塑造了一个鲜活的 富有生命力 具有人性特点的慈禧 他在演技上真正征服了大家 让我们忘记了 国际上的区别 明明可以耻美行星的 天中玉子 总是可以凭借出色的演技 让人忽略他的美 或许 正是因为那个年代的艺人 太追求完美 才让很多人相信 明星真的都是神 依照日本娱乐界惯例 天中玉子婚后隐退 只在二人结婚十周年纪念 1999年时 合演过一部电影 《大阪物语》 片中两人仍饰演夫妻 一对说相声为声的艺人 由于男方出轨 而对女儿造成了种种困惑 一部标准的家庭伦理剧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 十年里唯一一次浮出水面 就被媒体抓住狂吵二人离异 为了配合影片中 男主角外面养有小三的尴尬人设 这股外风一直刮到港台媒体 那时有港媒称 二人没有孩子 泽天炎二又恨惨恨到死 所以暗地里分了 二十年过去了 泽天炎二与天中玉子 依然守护在一起 不离不弃 不过岁月未曾更改的是 泽天炎二的孩子气 2018年秋天 已然70岁的他 居然放粉丝们鸽子 因为演出受漂不理想 他选择做钻杀鸵鸟 落在家里一门不出 这真是纵观世界歌坛 闻所未闻的奇事怪事 这位演出方造成了 将近一亿日元的损失 泽天炎二极有可能面临官司 及等额赔偿 近617万人命并 还好我们的阿信姐姐 还算铁蛋平和 宜然自得 在我眼里 他演是许多年前 那个巧笑倩熙的小女孩 戏可以选择演过不演 日子可以快过慢过 没有孩子 父亲俩就养一大群波斯猫 老来为伴 柴米油言 不一但饭 一起做看 日出日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